大家好,我是学院妈,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你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很多人在摄取过多的高脂肪、高热量食物的同时 也引发了各种疾病 其中高血压就是常见的一种 高血压患者一旦血压控制不住 就会给身体带来各种各样的伤害 高血压的危害主要是对心脑、血管、肾脏 以及眼底等身体器官的伤害 轻度的高血压一般不会引起很严重的症状 大多数只有头晕、头痛等不是 但实际上长期的血压升高状况 就会一直耍害各个器官的血管 最终就会引起很严重的并发症 比如说脑血管疾病、心力衰竭 动脉中药硬化、心脏病、慢性肾衰竭等 所以高血压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定要把血压调到正常值 这样才能保持我们身体处于健康的状态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款 可以快速降低血压的神奇方法 可以快速帮助我们把血压调到正常值 让我们从此不再受高血压的困扰 只要每天早上空服饮用一杯 您的血压就会慢慢的稳定到了正常值 这个食疗方法用到的食材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特别常见 下面随着我的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几片香叶 香叶它也叫做月桂叶 也是我们平常厨房里常用的食材 香叶可以作为一种调味料 其实它有非常好的解毒能力 能够缓解人体衰疗过程 加速双口愈合 还能避免身体免受细胞的感染 同时在降低血压控制血糖 改善心脏健康 减轻炎症 延缓呼吸问题和优化消化系统 以及在预防某些类型的癌症等方面 有非常好的医疗辅助作用 香叶中含有的卢丁和咖啡酸 是非常重要的有机化合物 它可以极大地改善心脏健康 卢丁能够增强心脏和身体四肢的毛细血管 咖啡酸可以帮助消除血管中的坏胆固醇 第二 可以降低血压 在香叶茶当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和维生素A 定期的喝上一杯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血压 甚至还可以降低胆固醇的水平 同时还可以保护血管和动脉的完整 第三 降血糖 香叶对人体中的血糖控制 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般来说 适量的饮用香叶水 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葡萄糖和胰岛素的释放 这是非常有利于糖尿病患者的 第四 维护肠胃系统健康 对于胃肠系统有非常好的作用 它既可以作为利尿剂来刺激排尿 降低身体的毒素 并且当毒素被消化时 它会刺激呕吐 此外香叶中发现的有机化合物对于缓解胃部不适 以及碱性造成的腹泻都有非常好的疗效 香叶洗根净放入碗里备用 接下来准备三克左右的香叶 香叶是一种药用价值非常高的茶叶 人体血管没有办法充分容纳血液的时候就会出现高血压 而香叶所含的氨基丁酸能够有效的降低血压 经常喝香叶茶可以降低血脂 还有美容减肥的功效 香叶具有六大功效 第一 治疗风热感冒 香叶具有发散风寒的作用 对于外感风热具有明显的治疗效果 如果可以经常性的服用香叶 那么能让发热引起的头痛现象得到缓解和改善 第二 去除肺热 如果因为肺热引起的咳嗽、鼻炎、肝脏等症状 可以通过服用肾液水来改善 第三 治疗头晕 肾液茶中能有效的缓解头晕的症状 这是因为肾液茶具有清肝明目的效果 对于肝疗上抗引起的头痛有明显的改善 如果配合菊花一起服用 效果会更加明显 第四 去除脚气 如果有脚气的人 可以经常使用商业来泡脚 不仅可以达到沥水消肿的效果 也可以改善脚气 第五 去斑 商业茶还有非常好的去斑效果 如果女性脸上有色斑等现象 可以经常使用商业茶来洗脸 第六 降三高 商业茶中含有氨基酸、多糖、生物碱 能够降低血脂、血压、血糖 对于三高人来说是非常适合的 接下来再准备10克左右的山楂 山楂是一种具有营养价值和要用价值的水果食物 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中药材 山楂不仅美味口渴、营养丰富 还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多的好处 第一 健胃消失 山楂能够促进胃肠道蠕动 增加肠胃排空率 以达到健胃消失的效果 第二 促进血液循环 山楂能够增加冠状动脉血流 对于缓解心脚痛、冠心病患者的症状 具有明显的效果 此外 山楂还有助于降低血脂 可以预防血酸形成核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第三 抗菌的作用 山楂含有的物质 比如黄铜类和刺激性的酸具有抗菌的功效 第四 预防动脉中药硬化 山楂含有的黄铜类物质具有比较强的抗氧化功能 它们可以减少自由基的积累 预防动脉中药硬化的发生和发展 从来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病率 第五 帮助降血压 山楂中含有的水溶性蛋白质和多糖 它能够缓解高血压 此外 山楂中含有的物质还能够促进心脏收缩和血管疏张 从而有助于降低血压 清洗干净的山楂放入一盘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养生糊 把这些食材全部放入养生糊里 加入1000毫升左右的传净水 爱花茶的键煮20分钟 朋友们 这做视频不易 一个红星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对我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 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小红星 非常感谢 20分钟之后 这一个降压水就煮好了 这个降压水我们可以每天早上服用一杯 有非常好的降血压降血脂的效果 对于高血压的朋友都有助于恢复正常的血压 喜欢的朋友不妨收藏起来试一下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 欢迎您的订阅点赞收藏转发 也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